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肠 百叶 甜不辣 有了酱汁洗礼 食材味道更添香甜 经过几分钟火烤后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特制焦糖粉可是祖传秘方 纵使记者再三拷问 老板基于商业机密 也不愿透露制作方式 也让这家传调味粉更添神秘面纱 焦糖加持后的串烧 滋味甜中带咸 又不失酥脆口感 一串百叶豆腐 猪血糕 只要15元 人气行到不行的甜不辣大肠 也只要30元 物美价廉 CP值高 成为附近上班族最爱的输鸭美食 那时候一进来吃心风 然后因为上班压力很大 所以不小心点了50串 然后三个人 这家串烧店开了四年多 因为价格公道 人潮络绎不绝 不过这家店的背后 还藏着一个小故事 我们之前是一群大学生 然后大家都会出来小桌 然后吃烧肉串烧 然后突然快毕业的时候 大家心里欢乐 就觉得怎么办 以后不能聚在一起了 然后那个时候 加上就下定决心 要不要开一家类似这样的店 然后全部的人都可以聚在一起 老板把跟同学之间的情谊 用串烧聚在一起 在这条竹梦的路上 也不断努力研发新菜色 像那行熟客都知道 来店里还要点这道 经典料理秋刀鱼 别小看这条鱼 事前工作可不马虎 得先除去内脏 再用德州风味特制蜜粉 腌制一到两天 把秋刀鱼烤到金黄酥脆 但又不能浇掉 所以训练有素的烧烤手 三不五十注意火候 不多不少 八分钟才够香嫩 一条六十元 吃过的民众都说赞 我很怕秋刀鱼吃到会干干的 但是因为它烤了之后 它就是里面有油湿湿的 就吃起来还蛮顺口的这样 就算小酌两杯 点几样串烧 荷包也不会大失血 老板以薄力多销方式 在餐饮竞争激烈的台北市 杀出血入 背后还寄托着不愿分离的 同窗情仪 把彼此的情感串在一起